在多姿多彩的故事中,我们聆听花开的声音,我是老陈,今天要讲的故事是,有一道是下山,无意中发现财猪家房上长草,出手承治了瓦架,无论是从古代到现代,各行各业都有一定的规矩,如果你用你的技能作恶,你会受到惩罚,唐朝末年,在一座名山中有一座道观,不过有些年头了, 有些残破,道观里的道士不到十个,在当时是不小的规模,因为出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这一天,老道士叫来一个年轻道士,拿出一封信说,这是你的家书,请过目,小道士听了,接过信,打开看了看,他的眉头看起来很不安,老道士说,有人说你母亲病重,我觉得你还是回去看看吧, 小道士听了,眼圈红了,说,谢谢师父,说完,道士收拾行囊,静止下山,当时是因为家里实在难以养活他,所以道士出家了,但是母亲病重,道士还在焦虑,毕竟那是他自己的母亲,就算你出家了,家人还在, 其实离家不远,不到一百里,倒是早上下山,晚上准备找个房子过夜,离家还有几十里地,肯定去不了,这是个小镇,不大,也没有客栈什么的,这是一条略宽的街道,两边都是房子,没有商店,家家户户,此刻吹烟鸟鸟, 正是做饭吃饭的时候,现在乱世,人民生活悲惨,很多家庭吃不饱饭,到处都是战争,倒是走向一所普通的房子,但我还没靠近,只是偶然,却不经意间,看到了让他迷惑的一幕,然后转身向一栋大房子走去,到了门口,倒是看看房子, 有些惊讶,这房子占地很大,显然是有钱人的住所,尤其是在这个小镇,真的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,倒是上前拍了拍大门,过了一会儿,门开了,一个老仆人探出头来,看着道士问道,道长怎么了,道士说,我下山路过这里,见于天色已晚,我想在你家过夜,请行个方便,老仆人听了,顿了一会儿说, 道长,你等一下,我去问老爷,等了一盏茶的时间,一个园外打扮的老人推门走了出来,这位老人很富有,面容娇好,他一见道士就笑,听说道长要在这里过夜,老人家我倒是有点高兴,他把道士让进来,道士暗暗点了点头,这是看到了一些问题,如果房子的主人不仁慈,那么这件事就会被遗忘, 但是现在老人这么热心,道士做了决定,到了院中,要往里走,道士却站住了,指着正房问,居士,这所房子最近被修理了吗,听了这话,老人有点吃惊,说,一个月前,我雇了一个瓦工来换瓷砖,道士点点头,指着屋顶说,这不会错的, 我劝户主赶紧把瓦工带走,此人别有用心,老人有些不解,问,这是为什么,道士指着屋顶说,普通人,屋顶上哪里能长草,只有坟墓才会长草,这就是这个人的手段,如果长期忽视,居士就麻烦大了, 老人听后恍然大悟,看着瓦上的几株杂草,脸色大变,然后他命令老仆人老许去衙门,告诉他们是我说的,叫他们把瓦工带走,倒是有点惊讶,看来这老头不简单,住了一夜,第二天早上,衙差带着你瓦匠来了,当场指认,很简单, 这个瓦工利用施工的机会,想尽办法霸占了老人家的房子,最后这个人被关进了监狱,老人本打算感谢道长,但道长已经走了,道士回到家,老母亲真的病得很重,等了半个月,他的病情逐渐好转,道士才放心回去,只有善良才会得到回报,如果老人不让道士过夜,那么道士也不会指出问题, 瓦巧思作读记,最终害人害己,故事到此结束,在这里声明下,民间故事均来自网络,取材于民间,旨在传承,拓展,发展中国民间文化遗产,不应与封建迷信挂钩,今天我们的故事分享到这了,喜欢记得点赞订阅分享,您的鼓励是我们的动力,下期再见。